大家好,我是阿丽夏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适合夏天用来消暑喝啤酒的下酒菜 干扁肉丝 我采用的是川菜传统经典的做法 当然也可以不拘泥于这种做法 加上自己喜欢的元素 比如加上配菜,芹菜,冬笋丝都可以 我用了两块里脊肉 里脊肉的一层白色筋膜和肥肉分开来切 先把肉切成四毫米左右的肉片 然后再切成四毫米宽度的肉丝 长度大概就是七八厘米 一大勺米酒或者料酒 一小勺盐 把肉简单的腌制一下 用手抓拌均匀 这里要注意的是肥肉和瘦肉分开放 因为待会儿炒菜的时候 要把肥肉先放进锅里熬出油来 肉腌上以后我们来处理配料 姜、蒜、干辣椒、小葱就这四样 腊蒜和生姜都切成细丝 将蒜都切成丝以后放在盘子里来切小葱 小葱先切成四厘米左右的长度 然后改刀成细丝 切好以后也放在盘子里备用 但是不要和姜蒜混在一起 因为下锅的时候要分鲜后 干辣椒用剪刀剪成细丝 做这道菜干辣椒不易过多 太多的话就成了姜糊菜 那就是在辣椒丝里找肉丝了 剪完了以后把干辣椒放进盘子里 辣椒籽不要 现在开始炒菜 预热好的铁锅里放入五大勺使用油 这道菜油需要多一点 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个菜是干点肉丝 需要把肉丝慢慢的扁干 所以全程都用中火 油温四成热 就把干辣椒放进锅里 用锅铲轻轻轻的翻动 炒到辣椒微微变成棕色的时候 立刻把干辣椒咬进漏勺里备用 这个环节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干辣椒糊掉 只是微微变色就可以了 这就是川菜的糊辣味 紧跟着把切好的肥肉 先放进锅里熬一下 现在还是保持中火 不要变 用这一点肥肉熬出猪油来 和植物油混合好 这样炒出来的菜更香 因为我家里也没有猪油 都是这么拌 现在把腌好的瘦肉丝也倒进锅里 不停的翻炒 继续保持中火 炒到这个时候 可以看见锅底有很多油和水的混合物 继续翻炒 油和水看起来还是很多 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到 油多起来 水少了 现在再看一下 都是油了 没有水 把刚才煎好的干辣椒放进锅里 还有刚才切好的姜和蒜丝 都倒进锅里 一起翻炒 炒出香味来 现在倒入一大勺老抽 给肉丝上个颜色 简单的调个味 半小勺老抽 半小勺鸡精 继续翻炒 再根据自己咸蛋要求 加入一点酱油 我加了半勺 现在关火 把切好的葱丝倒进锅里 利用余热再翻炒几下 俗话说 蒜要吃俗 葱要吃生 所以不要炒久了 这个时候要加一大勺芝麻油 我给忘了 炒好了 开始装盘 干点肉丝就做好了 这道菜色生味浓 干香 冷热煎鱼 特别适合夏天喝点啤酒 特别使留到湾上 喝一瓶啤酒 安逸得很 这道菜比较耗费时间 炒菜的过程都要17分钟 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